MV 拍那個MV 就會有這種車子 然後弄起來很像電影桿這樣子 MV裡面不是都這樣拍的嗎 MV都從車窗外面拍 梅山頂露營區 這個路很小喔 超小的 開車要小心點喔 看到它的大門 這裡是大門啊 它就寫美山頂啊 對 沒有說那個鐵門 鐵門在這啊 對對對 到了 在這個平台上 然後後面看得到那個市區的夜景耶 天上看得到星星耶 今天星星超多的 地超硬的 好囉 終於可以吃東西囉 現在是十點 我們到的時候是六點半 然後到現在是十點 所以花了很多時間 那主要是今天搭的不是很順利啦 我覺得主要原因是 因為我想要嘗試單人搭這個帳篷 結果沒有經驗 就弄很久 再來是說 晚上來搭 視線也不是很好 可能又有影響吧 所以我們 就在那邊研究很久 到底要怎麼樣 才可以一個人把這個帳篷搭起來 好吧 那反正最後是搭起來了 那 所有東西都saddle完了 大家就可以輕鬆吃飯 然後等一下好好休息 現在才二十度 有點涼喔 然後吃這個 拉麵加叉燒肉 很棒喔 剛剛洗完澡來跟大家介紹我新玩具 因為我在露營的時候都會玩火跟點火燒柴 所以我就去買一個Zippo的打火機 然後這個打火機 有一個銅的外殼 然後跟一個黑色的內膽 這個聲音超棒的 只有男人才會懂 超讚 然後還有這個是懷爐 那應該很多人不知道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點火之後它就會發熱 然後就是一個超級高效的暖暖包 那以前高中的時候 就超想要有一個懷爐的 因為那時候穿那個制服大外套 然後就想要把這東西放在這口袋裡面 然後偶爾可以拿出來暖手 就覺得很吵 現在很嫩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幾度呢 大概16度左右 上次去買的 我覺得這種類比是好用 它還給你一個指南針 東西南北分得清楚 紮營會是一個比較好的依據 就是我們衣區上來的廁所 這個廁所是一個鐵皮屋 那還算蠻豪華的喔 因為它蓋的也是有模有樣 我們來看一下南針 廁所的熱水供應到11點 然後它這個做了一個拉門 很貼心喔 這個拉門就是可以防止蚊蟲 飛而進入 所以它廁所裡面就會比較乾淨 我們進來看一下 進來南針之後 它就是有兩個洗澡間 第二間更大了 你看 然後一個便間 一個做濕的 這個營區有分A到H區 然後我覺得其實它的戰板 設置都剛好設置在有風景的地方 所以戰板區是不錯的喔 這個營區最棒的位置都是在中間 有時候可以直接看到雲海 沒有我們先別的位置 沒有人吃進去 我們先去看看 我們先進去 我們先來看看 我們先進去 那支是完全綿 真的 同時 我們先進去 看看 水 那就 那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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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